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帮助扶持 让我们经历事实上许多的挫折 或者试验 但我们深知许多的试验 并不出自你 而是出自于人 求主帮助我们去认清楚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经段是 创世纪第22章的第一节到 第24节 我将会从第一节读到19节 这些事以后 上帝要试验 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 把他献为番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匹好了番祭的财 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何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番祭的财放在他儿子 以撒身上自己手里 拿着火与刀 于是两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 火与财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番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足坛 把财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 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 下手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 有一只羊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羊羊 来献为番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 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进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就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吧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个经文 其实我们当然神学家 有非常多的角度在读这段经文 但是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角度 好好的想一想这段经文里面 正在说的是这位信心之父 特别说的是亚伯拉罕生命的改变 我们可以发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 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或完全的人 他仍然有弱点 他仍然自己遇到那环境的改变 遇到那些考验的历程当中 他会软弱 然而在这里 亚伯拉罕姓以撒 其实正是他的改变 我们经历到他跟童子之间 他跟以撒之间的那个对话的历程 亚伯拉罕爱不爱以撒 爱 非常的爱 因为此时的家中只剩下以撒 同时以撒更是他年老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不爱呢 因此当上帝的这一个声音 来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相信他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鱿鱼 但是他却愿意听见 并且甚至照着这样去行 所以上帝会预备 这完全是一个信靠跟顺服亚伯拉罕的宣告 亚伯拉罕当下没有回答以撒 并不是他欺骗 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他生命 当他走在那条路上 只剩下他跟以撒两个人的时候 以撒问他说 父亲啊 财跟火都有了 但献祭的羊羔 他看见并且知道他的父亲献祭 每一次翻祭都有羊羔 而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 他说上帝必会预备 换言之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准备尾声的人 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是那无法测透 但他却完全信靠的那位供应的上帝 这就代表了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 因为过去他创世纪十二章 说亚伯拉罕离开他原来住的地方 换言之他其实只是身体的离开而已 到这个时候 他的心智完全的离开他原先的路 踏上他所无法理解 但是却是那位他完全依靠上帝的路 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新的面貌 新的面貌是什么 一开始似乎他是个考验者 但最后他却成为一个攻击者 上帝看事件发生的历程当中 他似乎给人考验 但上帝其实并不考验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记得这一点 因为他如果考验 他必会供应 愿上帝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面对人生各样考验的时候 要记得这件事情 他必会供应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 是的 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考验 但我们深知 你却是一位供应者 你要与我们同在 你要攻击我们生命当中所需的 求主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帮助我们全心依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